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 給個讚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 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一湯 這兩天最熱門的話題 肯定就是台山核電廠 如果你現在在YouTube搜尋 台山核電廠的字眼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評論 其實我看到一部分 本身都不是核能 又或者是科學上的專家 不過都發表了很多的意見 兼且突然變成了專家等等 我在這裡想說說 其實我對於有沒有核蝕漏 這件事真的不會很熟悉 因為我也是看回香港天文台的數字 就說是處於安全水平 就沒有特別提高到核輻射的指數水平等等 但是現在整件事其實本身就是在說 這個參與了台山核電廠的法國公司 法網通 就是推訊了美國那一邊說 中國大陸這邊 是台山的核電廠提高了安全指標的指數 即是說把合格指數放寬了 令到達標的指數更加容易達到 即是說就算釋放出來的那個有害物質 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仍然是處於合格的範圍之內 我在這裡想說一聲 其實今早早我都看了幾眾的評論 包括一些針對中國大陸的評論 以及一些平時會偏向幫中國大陸說話的一些YouTuber 他們都就這件事發表了評論 在這裡我先想說一聲 昨天我的影片裡面 就本身是說中山彈庫的樓 就有觀眾留言說 還說這些投資發財的問題 現在台山的核電廠核時固 意思就是說 無論是朱海和中山的樓都會不行 其實今天我這條影片 去研究是不是真的有核輻核時固 安不安全等等 我真的不是專家 我去評論都沒有太大的意思 而在我一年之前 我都已經就著大雅灣核電廠的情況 是想告訴大家一些正確的資訊 一會兒我都會放映我一年前的部分內容 就是針對大雅灣核電廠 還有我在之前一年前的影片裡面也有提過 如果你很怕大雅灣核電廠 你也要了解一下 台山核電廠的規模也是很大的 本身對於有沒有洩漏等等 我是持中性態度 就是說如果它真的提高了一個洩漏的程度 其實理論上就要去修補和改正 有需要的話就停了核電廠 但是我了解過各方面的資訊之後 其實現在又沒有正式說是有核洩漏 甚至連CNN去訪問法國法網通公司 法網通公司的回覆都是說台山核電廠並沒有核洩漏 所以到底美國收到法網通的信 就說是懷疑台山核電廠核洩漏 這件事是不是一個羅新門呢 我相信就可能要交給一些不同的媒體再去作深入的報道 因為現在就這樣看法網通去訊美國 和再收到CNN查詢的說法已經有不同了 所以這件事我不再作任何評論 但是如果在國內有人可以偵測到核輻射指數 那我去到0.2是否已經立即去到危險水平呢 亦都不是 那根據我之前看過的影片 就有些人去了茨伊諾貝爾那邊旅行 即是一兩天那種 其實他們都拿著手機一路去偵測 那你預算其實上到去個位數 即是2、3等等 打後其實它都會響的 如果越嚴重的話它就響得越大聲 以茨伊諾貝爾為例 有些位是去到十幾 那麼響得很厲害 基本上你都要戴上口罩 穿上保護衣才能走近的位置 不然你接受到輻射 都會是一個超標的水平 我在附近居住的居民 包括台山的居民 珠海西棉的居民 有一部這樣的機器是可以測試一下的 我見昨天部分論壇 都有人在香港拿了一些機器出來試 但是根據天文台的測試數據 其實就處於安全水平 如果你說你本身不信天文台 即是你已經很不信中國大陸之餘 很不信天文台 其實就沒得好說的 那你要記住了 如果你現在說安全水平你是不信 將來天文台說核輻射水平 是已經有一個危險的程度的時候 可能你都不可以信的 你不可以只選擇一些你想信的東西 對不對 即是別人說安全你就不信 接著別人說不安全你就才去信 即是說選擇性去相信 其實沒什麼意思的 我們再看看台山核電廠本身距離香港 就大概130公里左右 距離中山就近一點 以板符為例 根據目前這個目測水平 約莫都是接近100公里或以來的水平 但是是不是表示130公里的香港就是安全呢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都有說過 你們要認識的一件事就叫做輻射落塵 這件事在嚴重的核事故裡面是會釋放出來的 或者這樣 我在現在先播放我一年前 講解打彎電廠的一段影片給大家看一看 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概念 兩個項目的基本因素我們就作出了比較 接下來的內容我們就會是今集裡面的重點 會說回這兩個項目 同時都有機會面對的一些負面因素 同時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些這一種的負面因素 讓大家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個很大的缺陷 先講一個部分人認為是惠州裡面核彈級的壞消息 就是大亞灣核電廠 其實大亞灣核電廠 它所處的位置是位於深圳的大盤半島 即是大家現在在地圖裡面看到的這個環境 先講一講部分深圳的豪宅 其實是在這個大盤半島的西面 即是相對是非常之近這個核電廠 換句話說即是說這些發展商 或者叫這些豪宅的買家 其實就不是那麼擔心這個核電廠所帶來的影響 再講下去就看回我們大亞灣和這個核電廠有多近 我現在標示著的就是大亞灣 我們泰東公園上城 以及是惠洋的惠洋雅居樂花園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都有一定的距離 相比之下當然泰東公園上城會比較靠近大亞灣核電廠 而惠洋雅居樂花園就略為遠一些 我們另外再來看看香港距離這個大盤半島的大亞灣核電廠到底有多遠呢 其實現在地圖所見到的已經是整個香港的新界東北邊 包括西貢等等 你這樣看過去其實都是近的 所以這裡想說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大亞灣核電廠真的有事的 首先第一批會出事的就是大梅沙和小梅沙等等 以及大盤半島西岸這一邊的一些豪宅 再來了就會是真真正正惠洋大亞灣等等的區域 跟著香港其實都不會遠很多 也都有人說香港不會那麼容易有事的 因為本身大盤半島的西面和西南邊都有一大片的山 另外在香港的東面和東北邊都有一大片的山的土地 是可以擋到這些輻射的 若然按這個理論 那就是說有山包住的地方相對比較安全 但是如果越過一個海域 去到順鳥灣那邊 輻射就直接可以過去了 事實上又是不是這樣呢 我自己本身對於這些所謂核輻射 真的並不是什麼專家 也是以前讀書不斷讀過那一下 不過我自己也喜歡看不同的電影 了解不同的資訊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看去年HBO所製作的一套美劇 劇名叫做切爾諾貝爾 也就是說回1986年的時候 前蘇聯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劇中的主角們就處理了數次的危機 而其中的一次他們有說到的 就是關於一個叫輻射層的東西 在嚴重的核事故裏面 是有機會散發一種叫做輻射落塵的物質 而這種所謂的輻射層是可以經過風 由東面吹向西面 是會覆蓋了整個歐洲 去到英法這些這麼遠的歐洲國家 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你想想歐洲是有多大 萬一你要面對的就是這麼嚴重的核事故的話 假如你身處在大亞灣 身處在香港、深圳、廣州 以至到兆慶兆關 分別是不是很大呢 再說一個核電廠 安不安全呢 其實都要看上去建造年份 以此諾貝爾和福島核電廠為例 它們都是1970年代的產物 而大亞灣核電廠是1994年左右才啟用的 即是它屬於90年代中的產物 和前者這兩個核電廠是相距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留意在它的建造和防波堤方面 整體的安全設施方面 亦都教一些舊式的核電廠有所提高的 另外在選址方面 其實它已經選擇了一個三面環山的地區 只是只有東面是沒有任何遮擋的 本身我說這個核電廠的話題 我不是要港人去接受它 或者覺得它是百分之百安全 我不是要這樣的 我只不過是想讓大家知道 更加真實一面的大亞灣電廠 首先它不是在大亞灣 它是在深圳的大盤半島 因為單單是這一點 其實很多港人都不知道 第二樣東西 無論是深圳的大小梅沙也好 在大亞灣也好 在惠陽也好 其實在我角度都是近的 包括香港也是近的 真的有事的話 其實香港也要考慮 是否適合再居住下去 而本身我個人也沒有期望過 看完這條片的人 本身若然很介意很介意 很介意核電廠的話 是不會因為看完這條片 而是對惠陽大亞灣這個地區 的移居性是有所改觀的 不過如果你真是很介意很介意 很介意核電廠的話 其實要了解整個廣東省 到底有多少個核電廠 有多少個在建中 有多少個在規劃中 包括在我們珠三角的西面 其實有一個台山的核電廠 它的規模是比大亞灣核電廠更加大 我在這裡只是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很介意的人士 一定要了解清楚 廣東省會有多少個核電廠 就不是說要專門說 黑哪些地區 不是想說哪個屋園 哪個地區特別不好等等 最後想說的是 假若這件事 真的是一個負面因素的話 我不覺得它只是針對 泰東公園上城 理論上 維洋瓦居樂花園 同樣是受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那個小小的距離 其實不是差太遠 但都是那句 本身我不覺得這件事 是非常之負面的 大家看到 其實我一年前的影片 都有提過台山核電廠 而且廣東省裡面的核電廠 也都不像我們東面的大灣 和西面的台山核電廠兩個 在其他地區都有 包括銷行等等 所以你要正確去認識 核電到底是什麼 如果出了事故 到底香港走不走 我可以回答大家 正常來說 香港都走不走 你要考慮去另一個地方定居 但目前的情況 就是美國都沒有證實 台山核電廠是有這些 核事故 都沒有核洩漏 如果你先擔心 都沒有說不行 當然是要小心為常 留意著 但是不用現在就製造恐慌 從來這件事 我都不覺得是用來鬥氣 說我是很信任 所以我怎麼都不會走 如果真的出現了安全水平 是受到威脅的時候 其實正常情況 我都要考慮離開香港 接下來我會引用 香港01的一些報道 裡面也有提到 關於這個台山核電廠的七件事 而事實上 之前曾經有一些組件 是說有機會有問題的 但是當然去到後來 改善了 修正了等等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想再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 既然昨天我們 介紹樓本的影片 有人留言說 喂 其實如果有這些事故 你都留不著錢 還說什麼投資 某程度上是對 但是在說 真的出現了 人們要撤離那個地區 就是說 珠海也不適合住 澳門也不適合住 台山也不適合住 中山也不適合住 那些樓一定會跌 這個毫無疑問 這個現象 其實就要在乎 到底 一些持有物業的業主 有多豪荒 大家過去這年幾 差不多500日的日子 其實都可以留意到 那些業主 是硬碌借的 就是完全已經對這個疫情 是不會因為這個疫情 而減價給你 現在最近 香港的樓還升了 若然你覺得 現時香港的業主的 智商水平 是給你說幾句 說台山核電 還有機會核事故 會不會便宜一點 快點走 那樣的話 你儘管可以做個測試 大家可以試一試 去東涌 又或者是屯門那邊 的一些屋苑 的地產代理那裡 就問回地產代理 現在有沒有業主很害怕 減50萬 減100萬 急著求售等等 我拿回一個例子 在幾年前 幸花村 不是浸得很慘的 那些業主 車又要沒有了等等 那當時 我都見到 網上的一些討論區 有人就宣佈說 幸花村的樓 就不再有價值等等 還說 那一邊的 未來的樓價 要跌一半 才能接手等等 而事實上 是不是 你自己想去 成交網那裡 看一看 幸花村成交的什麼價錢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業主 最怕一場的颱風 就吹散了他的房子的樓價 事實上 並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東涌 你是屯門 都坐不到家 你去到珠海 應該都不會有人 那麼傻 去減價給你 大家的業主的智商 我相信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真的 這麼幸運 在珠海中山 遇到一個極之怕聽的業主 減百幾萬給你 減幾成給你 那就是你幸運 我相信 這件事能不能夠 引發到他們 減多些少 都成為一個疑問 所以你說 大灣區這邊的 住宅樓價等等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出現什麼問題 我看就 暫時都不會住 如果將來真的有些重大事故 到時再看吧 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 和大家說說 現在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 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 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幣 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 我們的服務包括專車接送 萬里營購手續 簽約等的跟進 以及客戶沒有辦法到現場的情況之下 幫客戶購入深水單位 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 一個是想諮詢意見 或是想獲取樓盤的資料 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 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希望今後都能夠幫到大家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